因为今天是秦淮区全区的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的时间 今天我们计划是从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24点 争取能够一天的时间把第三次全员检测把它做完 我们是最少是12个小时一个班次 当然有时候如果特别量大的时候我们会上到16个小时 调集了国家的医疗救治的专家组来指导这次的新冠肺炎病人的救治 也抽派了有德尔塔株新冠肺炎救治经验的广东的专家和云南的专家来参与这次救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